不可以啊 OK 再看一次 这可爱的狗狗抱紧 摄影记者也忍不住在镜头后惊呼 拉特看来很有奶母之风 第一次上镜头 就懂得找镜头 他非常撒娇 他是我一回家 其实他们两次都一样 他们两个就会开始唱双滑 就会开始尖叫 然后妹妹呢 他就会开始咬他的披露 他很喜欢咬他最爱的东西 跟我们分享 除了三岁的小女生拉特 高宇珍怀里的14岁小男生卡普特 更是他从一个月大养到现在 叫说狗驴齐名 很有小队长的领导性格 他很会关妹妹 妹妹的上厕所 在小店是她嚣嚣的 我难过的时候 他会过来 拖在我旁边 然后轻轻一下 是不是很甜蜜 被毛孩们放风 高宇珍心服全写在脸上 近来惊喜宣布成为歌坛新鲜人的她 也笑说两个小宝贝 就是头号市庭园 我这天唱的时候 他们都在听我的歌 然后一开始这样 然后最后就 他在那一段看 你要唱到什么时候 轻唱几句展现轻柔嗓音 卡普特的表情 看来还是挺享受的 毕竟这可是高宇珍历经三年打磨 终于推出涵盖三首作品的EP 我是一个演员 从原来演员的身份作为企划核心 延伸出人生无处不远的概念 出道22年转战唱片新人 他也直言实在不容易 第一次进入音室 都是金曲机的制作人 站在那个窗子后面 看着我唱歌 我真的很紧张 我那时候整个信心快要崩溃了 怎么唱都唱不好 怎么样都进不到那个故事里面去 后来当然他们用很多 其他的方式啦 跟我讲说 我本身就是一个演员 那本来就是会说故事 所以我们在 我是一个演员自有歌 就是也运用了我的专长 加了一点口白进去 让希望大家更能够 带入歌曲的那种情境 配唱《我是一个演员》 其实前后进了两次录音室 中间一格就是半年 只为了把所有细节调整到最好 因为高宇珍不希望大家觉得 他就是一个演员 出来唱歌而已 像是为电影凤姐 打造的主题曲《凤凰》 也考验在演员与歌手间的转换 如果我遇见你 你愿意把我碰在手心吗 其实我歌是很内心 但那个时候因为在拍那个电影 它有一些很激烈的场景 我把这首歌唱得很有力量 但制作人就会跟我讲说 这首歌其实就是像在耳边讲话 会入到就是情绪很想付 但是要hold住 不只音乐用心 EP还打造双封面 透过黑与红两套风格展现不同样貌 并且内附一本杂志 进入作品诞生的目前幕后 MV跟串联拍成为电影三部曲 让演戏经验丰富的高雨珍 也直呼既紧张又过瘾 导演通常过来这一个TAC他会怪中 叫你真我可能等一下 那不是这个什么样的感觉 他跟我讲氛围 其他人自己演 我印象比较深刻其实是 发现小朋友困在车上 因为那个是一个细风系 第一天就进入到那种很高能量的 那当然我们演了 对不对 我们也这么久的经验了 其实不能输啊 就顶着大喊有味是就是 不管了就演就对了 你说很过瘾就是这样 因为它又是属于一种东西 又可以很自由地分放掉 高雨珍的歌谈新人身份 或许惊艳外界 但其实他从小学就很爱唱歌 跟着同学然后到那种广场 开始就听着歌唱歌跳舞 国中爸爸有带我去 新加歌唱比赛 真的是老年魂 那个时候我唱当学有一首 我就看到台下评审 又觉得你唱得不错 又觉得 不知道哪里怪怪的那个表情 就一分之差 就没有劲这样 因为Key的问题 没有调好 太低了 就没有发挥到很好的时兵 老鸭狐狸 所有人都出来吹人 一直热爱着唱歌 没想到长大后 从竹歌工程师转换跑道 却摇身顺天舍母中的丫鬟春儿 高雨珍虽然笑说 入行故事是了无新意的 陪朋友试镜自己选上 才误打误撞变演员 但他可是相当认真以对 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NG 因为我希望让大家第一次看到我 就记得我 我也不想耽误别人的时间 那时候台词一定没有什么太重要的 但是我还是会把它背得多刮乱说 要接在谁后面的话 该做什么表情 就是把它记得很好 那当然进去也没有NG 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新闻很棒 其实是很单纯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进来演艺圈做好 那也许我就有机会可以去唱 那我演戏其实是在拍戏的过程中 去找到兴趣的 你来太小伙 我会让你知道 是怎样人家叫我开家媳妇 结果一演陈主顾2008年 把娘家恶媳妇赖慧君 演得活灵活现 跟一举打开知名度 高宇珍透露 这还是她毛遂自荐拿到的角色 隔壁桌的监制们 他们在调 我说真的是找不到人权 可以演这样的角色 我就说也可以 因为演换女生会让人家讨厌 对 那我那个时候想法 其实只有一个 扩害一千年 我就觉得演换人可以演比较久 赚比较多钱 然后也可以 比较多的磨练的机会 以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你看我第一次拍戏 我就要求自己不能NG 可是我居然在那一档戏 一个只是端子猪脚转弯的镜头 我NG了二十几次 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揣摩 那个所谓坏媳妇的心境跟嘴脸 因为那个真的 没有一点远无 我真的很难 私下其实爱笑 生活单纯的高宇珍 为了成功化身恶媳妇 开始每天清跑菜市场 不断跟婆婆妈妈们做甜调 才终于耐化成角色的灵魂 后来在天下女人心 担当女主角孙宝儿 挑战肥胖妆 也可见她的平静 在大热店穿那个 很厚的棉被在身上 脸上的那个特殊化妆 我每天会要花三个小时 到三个半小时化妆 才能上戏 那个其实对皮肤是非常上的 加上众所皆知 八件党剧本 几乎都是拍摄当天热腾腾出炉 得练就瞬间被死于变身的功力 高宇珍坦言其实很有成就感 破风台剧女神的她 还在2018年自创保养品牌 一步一脚印缔造数亿营业额 只是被称最美CEO的背后 也曾历经各种壮强期 高宇珍说她总习惯把苦往肚里吞 我比较少跟别人分享这些事情 觉得我们自己的困扰 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 我其实每天睡觉前 都会跟自己讲话 这样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小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受呢 我会是真的跟自己对话 然后想完就这样 好啦 没事了 睡觉 这样 我永远都不想要再看到你 身份不断转变的高宇珍 近年在踏入电影领域 首次尝试鬼片 也诠释性工作者 已经演了22年 她还有很想挑战的演出 蛮想尝试喜剧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 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个挑战 所以我就很愿意尝试 无畏挑战 高宇珍眼里反倒带着光 问她回到真实人生呢 最喜欢什么角色 她也诚实笑喊女儿 因为在父母面前 可以暂时卸下演员 歌手 CEO 无论几岁都能当个小孩 在避风港里幸福我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您的观众 积极 您 您 感谢观看